有报道就表示 美联储现在做好了本月降息的准备 尽管他承认货币政策没有完全 没办法完全庇护到 预见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威胁的美国经济 但是主席鲍威尔上周五却是罕见的发布声明 承诺将会采取适当行动 以支持经济 从而为联储会在3月17到18号的会议上降息 打开大门 那么由于投资者开始担心 不断扩散的疫情将会严重损害美国和全球经济 投资者在这个时候开始抛售了美国股票 那么美联储未来究竟会不会在未来几周降息呢 只要请假则航 你的观点会认为美联储会降息吗 基本上上月份降息这个动作 应该是板山钉钉的一个事情 只不过说这个降息的一个幅度多少呢 这个现代市场还在进一步的一个反应 那么这个据一些点阵图来看的话呢 降这个50到75个基点呢 在3月份到接下来4月份呢 这个概率呢是超过一半的 那么这个呢主要也是用来对冲呢 现在在美国疫情扩散呢 对于它这整个市场股市的一个影响 但这一块的话呢 现在大家这个基于比较高的一个期待 也看到呢这个早上美国方面的一个期货期指 在不断的一个反弹 那么接下来这个市场有可能会气稳 在这个pricing这个利好因素 但是这一块呢也要提醒大家这个留意一下 这个只要呢这个美国的一个疫情啊 能够控制下来 这样的一个在短时间能够有一个 控制下来的一个趋势的话呢 那么这样的一个降息进度啊 可能就不会那么大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实际上这个美联储呢 能够降息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空间呢 并不是那么的大 所以呢在保持它后面能够中线来看 哪个比较合理健康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水平的话呢 它现在呢逼不得已呢 也不会一下子这个降这么多 那么怎么去观察这个所谓疫情在美国 能不能受到控制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这个 所谓的有没有一些封城的一个政策出来 那实际上这个封城如果说有的话呢 短期会影响到它整个正常这个经济社会的一个运作 那么这个呢会倒逼这个降息很快的到来 但是过后呢 一旦这个能够控制住的话呢 可能接下来四月份的一个降息啊 或者在接下来呢 就不会那个想象中这个那么大 那么现在呢 主要还是短期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担忧吧 倒逼这个政府呢 不得不做一些事情出来 去这个安抚这个市场的一个情绪 但是我们看其实也有人质疑啊 就是说在这样呢 面对了一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当中 那么降息给经济的供需面 同时带来威胁之际呢 降息能够产生多少实实在在的效力 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因为大家也会认为说 无论美联储做什么呢 如果说工厂无法从海外获得必须的原材料 那他们就没办法进行生产商品 而同时消费者如果说因为害怕感染 而闭门不出的话 他们也不可能支出 所以说你在这个时候说选择降息 当然是要市场释放流动性 但是真正对于经济能够救到多少 确实是要打一个问号 所以在这一块万亚则航 那你觉得这个降息之后 其实会对真正的市场会带来 这个经济方面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吗 还是指说现在我们可以利用 这样的一个降息的一个信号 然后来冲减市场流动性的充裕 而进行一个炒作呢 实际上我觉得美国的一个案例子 可以完全参照这个中国国内的一个情况 那包括在今年一二月份 国内的一个封城 包括整一个经济这个企业开工的一个运作 基本上都是中断的一个情况 是一个微作的一个运作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实际上就已经是非常迅速的 把这个流动性的打出来 这里面呢 有很多的一个作用 比如很简单就是这个企业呢 它是涨停开工 但是呢一边这个工人的薪水要发放 包括呢一些这个财政 一些这个贷款的一个到期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呢 等于说你虽然说这个流 实际流通是这个停滞了 但是呢 往往就是要靠这个货币的总供给呢 那把这个量呢 维持在一个相较合理的一个水平 那么这么做一个好处呢 就是避免进一步的一个 系统性的一个风险的一个诱发 尤其呢是在这个金融的一个 信用信贷各个部门呢 这种传导出去 这个是后面这个杀伤性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必要通过流动性的释放呢 把整个这个经济支柱 给稳住 给稳住 把这个预期呢给稳住 而不是呢 太多于考虑现实生活中 这个钱出来 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多少 所以这个更多的是一个 系统性风险的一种 保护上的一个作用 是 所以就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放水 我们不是说预期这个经济面 可能会有多大改善 反而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释放流动性 应该预期的经济 不会出现一个太大的问题 是将我们的一个宏观经济 一个趋势稳定住的一个概念 但是呢 我们看到 其实就像刚才提到 很多人都说 现在呢 就是说 你看到即便说市场 释放流动性 但是你中国方面没有复工 我汽车拿不到原材料 我的一些生物医药 甚至都拿不到原材料 那么这个对于今年的 这个企业业绩 势必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而美股经历也是在上周 经历了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 最大跌幅的一周 三大指数均是累跌超过10% 分析师也是忧虑 跌势仍然未止 受到疫情忧虑影响 美股上周五跌势持续 道指方面 收跌357点 跌幅1.4% 暴在25409点 标普方面 下挫24点 跌幅0.8% 暴在2954点 而纳指方面则是微生不足一点 报8567点 累计来看 上周倒指累卸12.4% 标普方面累卸11.5% 纳指方面累卸10.5% 三大指数在上周跌幅 都是超过了10% 想问一下 则航上周美股的一个表现 你会怎么来点评 上周美股的跌幅 应该是说金融危机以来 比较严重的一次 单周的一个大的跌幅 那么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跌幅 实际上这个背后 主要是因为这个疫情的一个 在美国本土的扩散 有一种是控制不住的担忧 那么最严重会冲击到什么呢 以中国的经济 之前的一个分析 肯定就是对第三产业的一个影响 更明显 以消费服务业为主 那么大家看回 这个美国的一个经济 它的一个结构 主要大的一个比重 也是在这一块 那如果呢 它的一个民众呢 不用这个提前消费 不再去这个借钱 去做消费的话呢 那么它很快这个运转 就会送到这个短期的一个冲击 那么加上呢 这个美股本身呢 就在十年的一个高位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资金 它出于避险的需求呢 就可以看到上个礼拜 基本上都是不择手 不过一切的一个卖出 那么这里面呢 肯定会触发一些 这个机器的一个止损盘 或者止盈盘出来 包括我们最明显看到黄金呢 是在逆势下跌的 那么这一块 有一些分析师是认为呢 出于这个股市上面的一个 迅速下跌呢 它有一个最佳保证金的 一个流动性需要 那么没办法 只能把黄金也拿来卖了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呢 就能看到实际上上个礼拜 更多是一种筹码的流动性的 一个危机 所以这个时候呢 刚好这个礼拜六 礼拜日呢 有一个这个时间的一个窗口 给这个政策能释放出来 那么也看到这个开始止跌了 所以上个礼拜呢 我觉得是比较惨烈的 一个一周的一个表现 那么可能这个礼拜呢 会进入到一个 短期的一个观察窗口 但不一定呢 这个很快会反弹上去 所以您想问一下 您就对美股分判断 这样的一个跌幅 明显对比我们A股 在这个春节假期 回来之后跌幅要惨淡很多 但是在这个时候 大家最想问的就是 这样的一个跌幅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 就是说是一个短期表现呢 还是说觉得中长期 都会存在着不确定性 有机会进一步的下探 所以在这样一个跌幅 或者深度方面 我们投资者应该是 遵循哪些迹象 来对它进行一个 科学合理判断的 其实在美股 它本身如果没这个疫情呢 大家也不会不要担忧 它在之后几年 这个增速 所以经济的一个下滑呢 它这个股市 是要进入到一个平整期 或者说要一个向下走的 一个调整的一个阶段 只不过说这个疫情 加速了这个时间的一个到来 那么当然大家现在说的 最多一句话 就是美国的一个经济基本面 还是比较稳健的 但是呢 它的一个消费 往后看的话呢 主要还是依赖一些新的 科技的一些因素的里面 但是呢 它这个最为核心的一个5G呢 又迟迟推不出来 所以这个呢 等于说它本来可以 用两三点时间来等 但是呢 现在这个事情一出来的话呢 大家一恐慌啊 就把这个东西沽了先 那如果说我们投资者 做这个美股投资的话呢 实际上看那个 美股的一个长期的 一个股债收益比来看的话呢 实际上就我们自己统计的话呢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已经是去到说这个 一般沽要比较大的一个区间了 所以最近的一个调整呢 但我们看到现在 基本面没有完全的崩坏 也没有这个疫情 当然对普通老百姓 它这个一些死亡数据的一个比例 还是相对来说可控一点的 那么如果是这个情况之下呢 如果拐点一旦出来的话呢 投资者 包括美国那边的养老金呢 它还是会持续去买进去 因为他们太多的这个财富 分布在这个里面 你想它一下子倒呢 就跟你看空这个国内的一个房地产 是一个道理的 所以就很难 因为它的一个刚需啊 就持续不断地摆在那里 所以就后面调整之后 我觉得还是会有机会 只不过说这个超有收益的一个机会 可能风险这个比 会比这个亚太市场 比如说中国 港股会弱很多 在今后一段时间 明白 所以这样的一个美股 方便一个调整 未必会是在短期出现一个稳定的局面 所以大家还是应该要保持一个 谨慎的态度 好 econom� Ideas 没有试语 就是啊 他就是 墙子 做什么 by bwd6